每一位師父的徒弟們都會有相似、不同、或更多的靈魂的經驗 和外面的祝福 這些只是一些實驗 通常我們會保持它們為師父的提示 走到一處 看到一個很高的塔盃固立著 他們說這是太陽神殿的標誌盃 神殿前面有很高的階梯 我們正往上爬要進入這個神殿的內部 神殿的頂部是平平的 比較像瑪雅古文明的那種建築 內在師父說 因為最近宇宙會不穩定 所以要辦一場祭祀 所謂的祭祀就是集結大家的力量 讓能量穩定 很多人聚集 利用祭壇四個角落的四球巨大的深藍色圓形寶石 集中放出像雷射光一樣的能量 橫移速 那個能量可以穩定地底世界的天空 現在持續在加能量 強化穩固地底世界的天空穹頂 然後我看到這個地心世界的人造太陽 發出白光照耀著這裡 白光亮到都會讓人看不清楚東西了 有一股旋轉的能量繞著太陽神殿不停地轉 接著停止 然後很多人就從太陽神殿裡面出來 舉行完這個儀式了 感恩師父力量 兩次帶領我進入香巴拉 一次看到了一部分 今生無限的歡喜 相信眾多的神聖靈修者 都能藉由靈修力量探尋這個神秘之地 激盪自己內在的神性 因為純素香巴拉是屬於純淨良善的人的 只有良善無私才能與它相應 香巴拉目前的社會運作方式 就是如果地球被拯救成功後 即將運作的社會狀況 那是目前師父對地球未來的計劃 這是上帝原本的計劃 也就是地球將來會變成像香巴拉一樣 每一位的師父的師父牧師都有類似的 不同的、或多多神經濟的經濟 經濟或是宇宙的經濟 這些只是只是一些生物 常常我們保持它們 我們一直保持它們 而自如指教的師父 為更多的信息 是非登記的 注意到SupremeMasterTV.com 去-heaven